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用佛菩萨的智慧振作精神 调整情绪 把心放下 学佛的理念 知足常乐 台长 告诉你们有一个真实的事情 有一个贵夫人整天在家里 她是养了一头鹦鹉 这头鹦鹉有一段时间看见她回来 老跟她说一句话 再耐心一点 再等等吧 再耐心一点 再等等吧 她就怀疑是她先生跟第三者打电话的时候 被她听见了 所以这个鹦鹉天天在家里讲这个话 这个时候 她的太太 这个贵夫人就天天地跟她闹离婚 天天地跟她争吵 最后法院说 你能不能多提供点证据啊 这位贵夫人居然把鹦鹦带去 想一想 人生就是这么把自己驳起来的 想一想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我告诉你们 就是整天在家里闹 最后真的离婚了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不要去将自己肃驳住 不要去怀疑别人 怀疑别人就是对自己的自信心不够啊 拴小船的木桩 对小船道 台长告诉大家的预言 拴住小船的木桩 对小船说道 哈哈 你失去了自由 小船跟他讲 你也失去了自由 实际上 学博人说 一心想拴住别人的人 其实自己也被别人拴住了 放开胸怀 拥抱世界 大吃大悲观世音不散 大吃大悲观世音不散